眼前这只正在举着不锈钢盆 嘴里还念念有词 不停祷告的小熊 就是秦岭2022级的邦邦堂 其他小熊喝完盆盆奶都是舔盆盆奶 只有邦邦堂拿着盆盆祷告 为此邦邦堂还被网友叫做盆盆童子 当几只小熊在一起的时候 举着盆盆的就是邦邦堂没错 邦邦堂的妈妈是爱邦 已经和邦邦堂分开 回到了四川 邦邦堂营业第一天 就因为挂在墙上而迅速走红 CAS小熊挂中一挂成名 也不知道邦邦堂是如何上去 悬挂在墙上的 只能说邦邦堂小小年纪 四肢力量强大 单手挂墙的功夫真的是不一般 愣是悬挂在墙上好久 发出的狗叫声还把秦大躲下一条 最后还是奶爸过来解救 邦邦堂才得意下来 不然得一直挂在上面 看起来真的很难想 倒挂经勾时候就不害怕了 看到奶爸拿着盆盆奶过来 就马上下来了 果然就没有盆盆奶拿不下的小熊 邦邦堂每次喝完盆盆奶 都和别的小熊不同 别的小熊都在舔自己的盆盆 沉迷于盆盆奶无法自拔时 而邦邦堂则会拿着自己的盆盆奶祷告 这也许是邦邦堂独特舔盆方式 随后就会高举自己的盆盆 生怕自己最难 或者被别的小熊抢 邦邦堂每天都在保护自己的盆盆 可捧盆童子也有失误的时候 盆盆举在侧边的时 没想到被其他小熊偷喝了一口 邦邦堂马上用力拽过来 然后生气地把盆盆举到自己的身前 还用小脚撇了撇对方 看到白生气转身过来了 马上两只手把盆盆奶端地摆着 给了白生气独一份宠爱 邦邦堂是懂得双标的 其实也不怪邦邦堂对其他小熊有双标 这几只小熊是合班的 白生气是邦邦堂的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 白生气抢喝邦邦堂的盆盆奶时 邦邦堂不仅不生气 还会乖乖地端好盆盆 并耐心地等他喝完 但邦邦堂也有一个原则就是 你可以喝我的盆盆奶 舔我的盆 但是不能抢我的盆